我跟梁伯母呢 林慧英我印象很好 而且他特别善良 而且虽然身体不好 林慧英先生就躺在床上就坐起来了 然后坐着呢 他就思路就开始跟我们说了 说莎娜你怎么样把灯黄的图案 运用到现代的景泰兰 他原来都是故宫的一种工艺的专用的 御用的东西 给他开发成现代生活所用 景泰兰的灯台啊盘子啊 正好又赶上我们解放以后的亚太和平会议 亚太和平会议要设计一些礼品 那怎么办呢 你赶快弄一点把灯黄的图案运用上去 完了包括盘子 包括头巾 后来他这么一启发我马上就有着想法把灯黄随带的造景图案 他说要和平会议要用歌子和平歌来反应 都他的思路啊 他一弄我马上就有启发了 那怎么想到要把造景的图案 放在丝巾上 那那是灯黄的图案嘛 灯黄的造景图案 随带的颜色很漂亮 但是要有和平歌 他还提了一句 要灯黄的歌子不能用皮卡索的歌子 一定要传统 这个思路决定了我后来怎么样的运用传统的东西 弄出来头巾 丝巾 然后景态栏的盘子 我弄出来了以后他看了一下 他大小比例 你用随带的土红色为主 然后景态栏是以身色为主 然后怎么弄 他来指点 一指点我就更好的弄 他每个时代都有各种动物 鹿啊 这个兔子啊 鸽子啊 都有 他表现得看不出来 你一般人你看 去参观一看 你一个壁画特别好看 热闹 但详细的你没有去研究 所以那个丝巾上面的枣景 还有那个鸽子图案 是您基于敦煌的一些精神来设计的 不叫精神 叫元素 为什么用随带的呢 因为它那个里头还边上还有一些几何形的 完了色调很好 是土红色的 完了都是在林徽英的指导下弄一下 所以这个后来决定了我后来一辈子 我不是搞绘画的 搞的 是搞图案的设计 所以景台兰的后来的发展 跟那一次也很重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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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